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中国军方大地震 刘振丽接李尚福任防长 大批军方将领落马被查 波及四大军工央企 香港明报刊登文章 文章说遥遥领先的传言 简称谣言很可能再度获得证实 关于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查的消息 在中国似乎已经接近公开 以至近日有微信公众号都开始翻出李家在江西的祖坟祠堂作为谈资了 中国互联网上传出的消息称 除了李尚福外 这一批受查的高级将领 还包括李尚福的前任火箭军首任司令魏凤和上将 以及军委装备发展部的两名现任副部长夏清月和饶文敏 海军北海舰队司令 军委后勤保障部的前任副部长王大中 是否牵涉更多的将领尚未可知 夏清月是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任装备发展部部长时的办公室主任 饶文敏则曾任该部信息局局长 而王大中原本就是海军将领 曾当过海军副参谋长 五年前升任后勤保障部副部长 去年重返海军 此外 这一轮清查行动还波及军工行业 据悉中航工业 中航科工 中国兵工 南方工业四大军工扬企 也有高层被带走协助调查 前天 神州12号至15号航天员 受称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 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代表中央军委班寿 从央视画面看 主席台上将领主要来自装备发展部和战略支援部队 因航天员大队属装备发展部的辖下编制 而发射和测控基地 则属战略支援部队的航天系统部 坐在何卫东两侧的除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外 可谓是战略支援部队高级将领的全员出境 包括政委李伟上将 副司令毕毅 副政委兼纪委书记杨孝祥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丁兴农 接替被取消20大代表资格的上红 出任航天系统部司令的好位中 网络系统部司令陈辉等 唯独战略支援部队司令聚干声继续隐身 按照往年规律 当年秋季的中央全会召开时间 应该在七八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公布 但具体日期要到开会前一周才公布 今年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迄今没有消息 因此估计本周内的政治局例会应该会做宣布 而即使本月政治局会议会不会马上做出 军中高层人士调整 三中全会上也必定出现大的移动 现在传出的人事调整方案包括 由同属军委委员的军委联合参谋长刘震利 接替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 当然要经过人大任命 而空军司令常丁球将接掌军委联参部 他曾经在俄罗斯军事学院留学 按惯例 常丁球应会补选入军委委员 届时56岁的他将是中央军委最年轻的成员 空军司令一职 盛传将由出身空军的现任联参部副参谋长 景建峰出任 他与常丁球是空三师前后任师长 这次将是他第二次接常丁球的班 他6月曾陪李尚福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 并担任中方主要发言人 另外还有传说 现任南部战区司令王秀斌 可能出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 而南部战区司令一职 很大机会由现任南部战区陆军司令的胡忠强接任 景建峰、胡忠强两人若如传言般升职 应该很快晋升上将 中国官方正在调查 傅小田和秦刚的关系 秦刚于7月被突然解除中国外交部长一职 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引述知情人士称 一位与被罢黜的中国外交部长有关系的 中国在香港知名电视主持人 去年在美国代孕母亲的帮助下生下了一个孩子 该报隐居六位接近傅小田和中国外交政策机构的人士透露 40岁的傅小田与秦刚有过恋爱关系 该人士告诉英国金融时报 他去年向一位亲密伙伴讲述了代孕的事情 另外两名知情人士也表示 他通过代孕生了一个孩子 而代孕在中国是非法的 据两名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当局正在审查秦刚和傅小田之间的关系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段关系 对于秦刚在6月突然失踪 以及一个月后被解除外交部长职务 有何影响 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将秦刚描述为 已婚并有一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 领导干部的家庭生活是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体现 北京官员至此拒绝解释57岁的秦刚被解职的原因 7月25日 中国外交部仅用一句话通知了秦刚的接替者 随后中国外交部从官方网站上删除了所有提到秦刚的内容 他的会议和演讲记载 几天后 这些内容又恢复了 这加深了秦刚的地位之谜 秦刚被认为曾是习近平的个人宠儿 于3月份晋升为国务委员和内阁成员 政治分析人士表示 他仍然担任国务委员 这可能会让秦刚重返中国政治 据两名与傅小田有过接触的人士透露 傅小田于4月份停止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并于6月份停止回复消息 当时秦刚最后一次作为中国外交部长公开露面 一位与傅小田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 他的电话号码已被停机 无法通过短信应用程序联系到他 傅小田直到去年还主持一个名为与世界领导人对话的节目 该人士称他们最后一次与他联系是在6月份 一位与傅小田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 他于2010年左右在伦敦认识了秦刚 当时他离开剑桥大学 并开始在中国媒体集团凤凰卫视工作 秦刚被派往英国担任中国临时代办 几位接近傅小田的人士表示 近10年后他们在北京开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 秦刚的妻子林彦陪同他前往美国 秦刚并于2021年被任命为大使 他在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 于今年被解职 两位知情人士称 在任命前后秦刚开始限制与傅小田的接触 一位与傅小田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 这促使他在社交媒体上暗示了他们的关系 今年3月傅小田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告诉粉丝 他的孩子的父亲不是美国人 当秦刚被任命为国务委员时 他发布了一张婴儿举手的照片 并添加了标题胜利的结局 一周后在秦刚的生日前后 他祝这位不知名的父亲生日快乐 并表示真正爱一个人并不是希望他升官发财 根据傅小田的微博帖子和飞行记录 4月10号 傅小田在洛杉矶登上了飞往北京的湾流G650私人飞机后 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他的最后公开评论 当飞机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加油时 他在微博上用中文发布了他最后一次乘坐同一架私人飞机的旅行 这一架飞机将他带到华盛顿对秦刚采访 那次旅行是为了工作 他写道 我几乎不知道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与世界领导人对话的节目当中 一年后 我再次登上飞机 同样是从洛杉矶出发 但这次是和我的儿子Erking一起 这次的目的地是向前 一小时后 傅小田自2022年6月以来 首次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发布了一条消息 他是用英文发布的 这次内容包括一张去年华盛顿采访秦刚的照片 Radarbox的飞行记录显示 这架飞机于第二天下午降落在中国首都北京 傅小田长期以来一直利用社交媒体来宣传他的工作和其他努力 2016年 他承诺向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捐赠六位数的资金 用于支持研究生和创建安静的学习空间 一位知情人士称金额约为25万英镑 根据英中透明慈善机构 萨姆邓宁从学院获得的记录 他要求用部分资金建造的花园 以他的名字命名 并将其列入学院的网站 丘吉尔学院的一位代表表示 我们仍然关心校友的健康 并希望他和他的孩子平安无事 傅小田广泛转发了花园开园仪式的视频 中国政要出席了开园仪式 2017年 傅小田在意大利驻北京大使馆 举行了类似的仪式 当时他被授予意大利知星勋章 2021年 他在卡塔尔驻北京大使馆 举办了生日宴会 傅小田的财富来源不明 在2015年的一次采访中 他说他的祖父母定居中国西南部的重庆之前 曾参加过红军 一位与傅小田关系密切的人士称 他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 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 英国金融时报称 中国外交部和凤凰卫视 都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该报表说 无法联系到傅小田和秦刚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严纯沟的署名文章 罗煞国里办盛事 三千亿共亿人为 近日杭州正轰轰烈烈举办亚运会 据网上消息 中共花费三千亿巨资来办这一场国际赛事 视频中看到整个杭州城修成一个未来城市 到处是标新立异的建筑 到处是高科技的城市奇观 开幕式也搞得如梦如幻 亚运是地区性的赛事 规模与奥运不可同日而语 2008年胡锦涛办奥运时 中共如日中天 美俄等大国领袖给面子出席 豪华程度令全世界瞠目 到习近平办冬奥 国事江河日下 场面已寒酸很多 这一次杭州亚运来凑热闹的元首 小猫三四只 失礼死人 还要花巨资装点门面 国事日薄熙山之际 搞这么一场大龙凤 只是了补年来的落寞心态而已 为这场亚运 政府不惜工本大投入 连厕所都以高科技装潢门面 共饮宴的场馆 将江南山水搬上餐桌 志在让亚洲各国来的土包子 见识盛世中国的奢华 与此同时 比赛场馆观众席上 却全是招募而来的国企员工 普通市民只好在家里看转播 就连为朝鲜队打气的拉拉队 都不是朝鲜人 而是中国人办的 有两个东北老乡自费去看亚运 坐地铁时才发现 整列地铁只有他们两个乘客 原因是杭州人都被命令 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外面交通要道上 五部一个警卫 车辆都被限行 整个杭州城 与其说再办一场体育盛事 不如说正在实行戒严 一面是对外炫富 一面是与民为敌 这样的体育赛事 不是为杭州人办的 也不是为中国人办的 也不是为亚洲人办的 只是为习近平艺人办的 让他过瘾而已 这完全颠倒了 体育运动的初衷 失去全民参与 提高竞技水平 增强国民体制的正常目的 当杭州人被禁锢在家里 不能现场观赛 不能提振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 这场花3000亿打造的亚运 只供习近平一天自海 3000亿志在炫富 这种爆发护嘴脸 正是自卑与浅薄的表现 把人民聚于赛事外面 证明主办亚运 只是习近平打造国家 体面的政绩工程 与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样的体育盛事 完全颠倒了 我们对运动与竞赛的认知 而场上参与赛事的选手 也只是党装点门面的工具 为什么一场花巨资打造起来的体育竞赛 不能让民众参与 莫非全程热烈投入 场场门票卖清光 街头巷尾万众同乐 政府反而失望 其实也不是 地方官防民如防贼 只是担心 一个不小心出什么差错 上头怪罪下来 自己官位不保 只要整场赛事平安度过 没有发生死人塌楼的事故 那3000亿就值回票价了 中共之土豪奢华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讲究大排场大花费 在西安就打造一座访唐宫殿在餐桌上 在杭州就打造一个江南水箱在餐桌上 在北京就打造一个黄河长江的国土在餐桌上 餐桌上没有壮丽河山 就不称其为国宴 事实上有什么人吃饭饮酒 要对着一桌假山水才有胃口 一张餐桌大到无伦 同时进餐的宾客彼此连五官都看不清楚 适应把食物送到每个人面前 每个人把食物送入自己嘴里 如此的饮宴类似体罚 完全颠倒了饮宴原有的放松自在 亲善交流的目的 饮宴的目的颠倒了 基建的目的也颠倒了 竞赛的目的也颠倒了 假的当做真 丑的当做美 善的当做恶 这正是刀狼罗沙海誓描绘的景象 勾勒从来半高雅 自古公共好威名 满嘴的仁义道德 满肚子的男道女娼 这个国家的一张皮 剥下来又剩了什么 亚运不过一个月的热闹 取中人散后 所有的场馆设施都只能留着喂蚊子 江南水乡的大餐桌 转眼变成肺原 与此同时 全国范围的裁员减薪 芳心未来 经济皮不能腥 崩溃之说 甚嚣尘上 最近堂堂天津市政府因为财困 竟然要去向寺庙方丈化缘 三千亿半亚运 不如拨一百个亿给天津 已就五米之吹 炫富是一种心理兵 真正有钱人家是不屑于炫富的 他们讲究生活已成习惯 不需要靠面子摆设 去医治自卑感 我们几层见过英美法日这些早已发达的国家炫富 杭州亚运奢华无度 令人想起河北浊州灾民的参风露宿 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死国 只计胜之堂 不提堂之衰 历史铁律 昭昭明慎 正是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割舞几时休 习近平掌握军队和警察 豪赌人民不会造反 据央广报道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不少人认为中共政权有可能因此垮台 不过中国旅美经济学者李恒青表示 从历史上来看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独裁政权 是因为经济垮台而崩盘 只要统治者还能掌握军警力量 政权仍会稳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现在也在赌 中国老百姓不会造反 中国经济衰退 是否会影响到中共政权的稳定性 中国旅美经济学者李恒青分析 一个国家经济再怎么不好 并不会成为政权垮台的直接原因 仍有机会稳定政权 李恒青称 只要他抓住一些特定的东西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武装力量 就像是警察军队 这些如果还是抓在统治者手里 他依然能够使得政权稳定 李恒青指出 例如朝鲜的金氏王朝 从爷爷金日成这一辈 经济就不太好 只有短短一个时期有发展 后来到了金正日这一带 经济一直是风雨飘摇 经常出现饥荒 老百姓挨饿 金正日本身也不太想发展经济 而实施先军正旨 也就是先发展军事 李恒青称 尤其是到春天的时候 春天的时候一年的粮食吃光了 春天新的粮食没有打下来的时候 我们叫做青黄不接 这个时候 北朝鲜的老百姓就是在饥饿的状态里 曾经还有联合国的难民署 联合国的粮农组织给他一些救济 随着他不断发展核武器 威胁周围的邻居 像现在这种救济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你可以想象 朝鲜的经济还不是叫做崩溃的边缘 那是彻底崩溃了 但是你看 军事王朝的统治依然在那 李恒青表示 金氏王朝父子三代 依靠武装力量 维持了70多年的统治 所以中国现在出现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和巨大的失业情况 也不足以成为充分的条件 从而引发政权更迭 现在只有一种可能 李恒青说 除非中国老百姓 不再恐惧强大的政治压力 如此当经济危机 最后引发大量社会民众的不满 才有可能造成中共的政权危机 李恒青说 像当年1989年的时候 天安门大屠杀 用坦克和机关枪上街了 然后直接开枪杀人 把老百姓镇压住 如果老百姓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情 那这个危机都不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定 他提到 大家都看到了 习近平面临这么大的危机 但到各地去视察时 还是非常悠闲的样子 你看不出他着急 即使一般人会看到国务院总理李强 及一些地方官员非常紧张 因为到处发不出工资 地方公共交通等服务停摆 公务员和老师也被欠薪 但习近平的内心还是不会着急 他为什么不着急呢 因为他也认定了 就是中国的经济再坏 也不会危及到他的政权 只要他拿住军队 拿住警察 他就能够把这个政权继续维持下去 只要他建立起来一个高压的政权 让老百姓产生恐惧 他就可以维持住政权的稳定 李恒青说 习近平反映出一种心态 就是顶多让中国退回到上个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供给制 他知道它的底线 就是有人告诉他了 退回到计划经济那个状况 然后进行物资管制 物资发放的配给制 用这种工业券的方式来管理物资 管理国家资源 通过这种军事化的供给制 军事社会主义 或者叫战争社会主义这种状态 只要我手里还有粮食 分配粮食 分配物资 我一样能够把政权稳定住 渡过现在经济上的难关 李恒青强调 从生产资源到生活资源 通通都可以这么做 一切回到内循环状态 但就让中国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 所有成果荡然无存 回到最初的封闭形态 习近平只要管住人民 让人民不敢造反就好 而习近平现在就是 堵中国老百姓不会造反 确定只要老百姓有口菜吃 有口草吃都能活下去 都能任人蹂躏 这就是习近平的战略方针 并深信自己做得到 所以无论中国经济再怎么差 习近平也不怕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没钱了 中国旅客延后出国游计划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国国庆的黄金周长假 即将在本周末到来 旅游的话题又被推上了热搜 据彭博社周二9月26号报道 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奥伪咨询 9月的一项调查表明 疫情前经常出国游的中国受访者中 有54%表示 在2023年有出游计划 而在6月同样的调查中 这个比例是62% 有22%的受访者表示 未来三年不会到海外旅行 6月份的调查中 这个比例是6% 这个调查的受访对象 是月收入3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家庭 报道指出 这个群体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代表 是中国经济恢复的关键驱动力 调查显示 这些受访者中32%的人解释说 由于经济下行以及政治形势 他们出国游的愿望降低了 只有19%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更倾向于出国游 黄金周即将到来 中国机票价格已经上涨 报道指出 中国国内景点 以及泰国、日本和韩国等地 成为出游首选 平息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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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写 明镜需要您的香港